我亲自跟许多绿营的明代 然后聊天 那也算是一半的查访 发现第一个 因为他们所处的同温层 他们所处的环境 他们所接收到的资讯 他们真心认为 台湾往独立的迈进是有机会的 那这些事情呢 当然我在当面 我们不需要拿出所有的经济数据 拿出产业链的这些实际的状况 去跟他们讨论 因为他所接收到的资讯 大抵如此 即便我们在各种政论节目当中 会看到很多比较荒诞的言论 那这些绿营的明代 虽然没有那么荒诞 但他们整体的方向是一致的 都觉得美国是有希望的 台湾只有跟美国在一起 才有办法继续乘风破浪 所以这第一个 他们的主要价值信仰 而第二个 他就会觉得 老美外国人来到台湾 跟民进党跟蔡一文会面 对于民进党的支持度 是有正面的加分效果 所以其实有一点 引证止渴了 就只要能够会面 只要能够制造短时间 声量上的突破 对民进党来说是好事 对长时间怎么样 这不是民进党 现在决策者要关心的 未来的事情 未来选举再说 但民进党要维持一个 当前整体都是好的状态 遇到了不好的消息 不好的新闻 也能够随时透过一个老外 来到台湾 拉抬自己的声量 转移其他的焦点 第三个因为这一次从美国猪肉的事情 已经可以看了出来 即便是如此一个打击民进党威信 打击民进党威望 甚至是民心要离失的一个关键的事件 但是呢 竟然在整个媒体上的呈现也好 在整个政治动员上的力量也好 都看不出来有一些具体的反对的作用 所以民进党他之所以有恃无恐 就是吃定了所有的在野党 没有办法有能力有实力 来对民进党做长期的抗战 甚至是消耗战 所以民进党当然他也就无所畏惧 所以如果您这次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opposition 断子 以赞 Quindi 开始发挤śl醉 这个之前予发挤